一业法都充满法界 这是我们在还原观上学到的 先手过世的 修华音熬至 望尽还原观上 给我们讲 三种周边 第一个 周边法界 周边法界是降低信息 让我们真正体会到 整个宇宙是液体 像我们这个身是液体 五脏里头五脏六腑 外面眼耳鼻舌身根 它是液体 液体任何一个地方有疼痛 全身都知道 都能感觉到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推向 整个宇宙是液体 任何一点发生问题 整个宇宙都知道 就像身体一样 那科学家告诉我 一个人身体里的细胞 大概有五十兆个 五十兆个细胞 组成这个人身 任何一个细胞出了问题 我们全体都有感触 在哪里不舒服 有感触 所以 周病发觉 这个现象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才能感动 诸佛菩萨 来应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迷而不觉的众生 有感 祝佛与发生菩萨 他自然应 感 是有有心 有无心 大概有心的少 无心的多 无心的自己都不知道 印呢 完全无心 完全 不齐心 不懂念 自然感 他为什么来印 发而入世 那真说的理由 那是一体吗 一体当然就有印 整个宇宙 给我们自己是一体 这个就是 一度相容 一度又不同 这里面 一法便于多法 更新 一度相容 不同之妙 这是 帮助 搭桃 搭桃 小 散